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 现在介绍列席官员 今天列席的有我们的法务部长蔡清祥 检察司司长林景春 司法院有秘书长请假 有刑事厅厅长彭信明 少年级家事厅厅长谢敬慧 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长朱宗泰 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副司长郭彩荣 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黄兰秀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电台与内容事务处 检任视察林慧玲 法律事务处专门委员李文秀 国家发展委员会 法治协调中心参事林志县 法治协调中心参事李士德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邀请法务部部长 司法院内政部警政署 卫生福利部教育部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派员列席 就未经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防治 进行专题报告 这个题目就是限定在未经同意 然后散布 然后是第三个要件是性私密影像 看如何来防治 做进行专题报告 那现在进行报告 发言时间三分钟 我们先请法务部蔡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心生 今天奉邀贵委员会就未经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的防治 代表本部列席报告 以下仅就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跟本部防治的作为提出说明 尽情指教 近年来 网络科技通讯软件使用越区广泛 也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未经同意散布他人性私密影像 这是一个例子 那另外韩国 他们也发生了N号防性剥削的事件 那我国也曾经 也有跟前女友在租屋处拍下性爱片上传网络平台的案例 那因为网络资料传递轻易迅速且难以抹灭 加以社会习惯了 这个我们被害人往往就面临了极大的伤害 因此 今天的报告 主要 我们会提出一个相关目前法律的规定 包括第一个刑法 那对于 违法取得而且未经同意散布的话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有刑法315条之一的第二款可以处罚 这是违法取得的 那如果未经同意散布的话 也是依315条之二的第三项来处罚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合法取得 那未经同意散布的话 譬如自拍 那事后又未经同意散布私密影像的情况 我们也是目前实物上用刑法235条的散布猥胁物品罪来论处 另外如果有影响到被害人的一个在外面的社会评价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刑法310条的诽谤罪来做一个处罚的规定 那其他如果用恐吓的或是强暴胁迫的 那另外当然会涉及到恐恶罪或是强制罪 如果有灵念的情形 那还是有相关的条文可以加以处罚 那至于个人保护法的部分 如果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能够识别该个人的程度 除了一般个人资料的话 如果涉及到特种个人资料的话 也可能构成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的规定 第三个就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话 那也有刑法 譬如像散播这些猥亵的照片影片 那当然可以用38条来处罚 如果是拍摄制造的话 那也可以用同法的36条规定 急于处罚 用强炮胁迫诈诈或其他 无法本能预认的方法 那对于这个使儿少被拍摄 制造上述照片影片 也可以有处罚的规定 那至于刑法之外 还有行政法 行政法的话 没有正当理由持有上述的物品的话 第一次查获也是可以处于花源 那第二次以上被查获的话 也有罚金的处罚 至于民法可以用现在的一个救济的方式 譬如可以因隐私权的被侵害 我们可以请求这个防止 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那我想详细的情形 请参照书面资料 至于本部的防止作为 我们会建立一个富佑安全 年度的名册 为了防止这个儿童少年接触 有害身心发展的网际网路内容 我们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召集卫福部 教育部 文化部 内政部警政署 经济部 工业级 经济部 商业师 用依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 权力保障法的规定 来筹设 iWayne的网路内容 防护机构 那针对 iWayne网路有害 身心的这种内容 我们可以通知业者 尽速的来移除 那本部所属的各检察署 它有富佑保护执行小组 也是建立了一个富佑安全联络的网络 可以彼此的联系 然后尽速的处理 一方面 事实的保护证据 一方面 可以协助移除 避免被害人 惡度伤害 那至于 教育训练的话 那本部也固定会举办 富佑保护及性别 平等的研习会 还有防治人口泛应及 儿少性剥削 食物的研习会 我们今年度的 富佑研习会 特别将 复仇式的色情 议题 纳入的课程 来提升检察官对于 事例案件的重视 跟敏感度 那另外 防治人口泛应及 儿少性剥削 食物与研习会 也邀请了 爱卫营的执行长 来讲授数位时代的 网络安全 相关课程 最后结语 那法部会持续的 与警政 卫政 设政 等网络密切合作 如果发生了 这一类的案子 一定会要求检察官 重述 重研侦办 另外 也会积极的 跟相关机关 建立一个联系的窗口 来协助 移除被害人 遭散布的一个 新私密的影像 另外也 建训法院 要审作被害人 遭受伤害的一切 形状 给予适当之行 以上报告 进行指教 谢谢 好 谢谢蔡部长 我们现在请司法院 是刑事厅吗 那请刑事厅 彭厅长报告 好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本院奉邀呢 就贵院 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关注的 未经同意 散布新私密 影像的防治 议题呢 来进行 专案报告 首先对于各位委员 关心呢 这个议题 就是 性私密 影像外流的防治 跟被害人的保护呢 表示由衷的 敬佩之意 那以下呢 我就将法院 适用的这个 现行法规 以及处理 跟判决的情形呢 以及被害人 在诉讼程序 可以获得的 保护措施呢 来进行报告 进行指教 有关法院 适用现行 相关规定的处理 跟判决情形 就是 对于未经同意 散布性私密 影像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现在在特别法 的规定上呢 可能涉及到 儿童及少年 性剥削防治条例 比如说第36条 第38条 或是第40条 的规定 分别就拍摄 制造 或者是 使儿少为 拍摄 制造 或是散布传送 拨送 这个贩卖 工人陈列 或是以其他方法 工人观览 那甚至包括 以这个散布 刊登 张帖 足以引诱 儿少 来从事 这个遭受性剥削 之语 这样的讯息呢 那都在特别法中 已经有所规定 在普通刑法方面呢 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可能涉及到 刑法第235条 有关散布 贩卖 猥胁物品 以及制造持有罪等 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在法院适用相关规定的判决情形 我们在统计资料上可以看到 以106年到108年 这三年间全国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来看的话 那第一审这个诉讼案件 被告涉及到违反儿少 性剥削防治条例 第38条第一项 刑法第235条第一项的 被告总人数 分别为96人 171人 那其中被论罪科刑的呢 比例分别已经都达到 90%以上 那如果这个行为人 是少年的话呢 那这是一个少年的出法行为 那应该依照少士法 来进行处理 那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 并对于儿少这个处级 有性剥削这个相关情形的 有一些程序上的相关规定 那其次呢 这个事件呢 进到司法程序来讲的话 我们也朝向 友善法庭的方式来进行处理 那经过 刚经这个大院通过的 相关的被害人保护的相关法规 以这个来看的话 那我们所有案件当中的 一般被害人 他都可以收到隐私保护啊 或是他新任人在场陪同 那甚至包括请求 检查官调查证据等等 好相关的一些权利 那此外呢 他也可以请求这个 来申请的诉讼参与 在被害人的法制上面 已经往前跨进了一大步 此外 儿少的被害人 他如果经过主管机关评估 遭受性剥削的这个情形呢 有继续安置的必要的话 可以依法申请法院的家事法庭 来裁定 对他做保护安置 或是做其他适当的这个处遇 那法院在受理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呢 为了保护这个被害儿少的最佳利益 有必要的时候呢 也会依职权为他选定 程序监理人 或是指定家事调查官来进行调查 那连接社福资源提供必要的协助 那本院对于防治性私密 向外流及保护被害人的立法精神呢 表示赞同 那日后如果有相关的立法呢 也将适时提供修正建议 以上报告 好谢谢 内政部警政署也有提出书面报告 要再做口头补充吗 那个朱副局长 没有 不用好 好待会在大家在寻答的时候再说明 卫生福利部也有提出书面报告 教育部也有提出书面报告 那我们就先请委员参着 机关代表已报告完毕 其他类席机关所提供的书面意见 请委员自行参阅 现在进行寻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十点三十分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 无疑丁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我想先请问警政署 请坐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知道韩国这件事情 它是在Telegram这个APP里面 那我们知道Telegram它有名的是 它比较保密 它比较隐私 那我想请问一下警政署 在办案的时候 Telegram的相关的资料 你们调得到吗 你们有办法监视或追踪吗 这个部分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那目前我们在一个境外 调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 那是透过本署形式警察局 国际科循司法互助 通知当地司法机关 或者并通知台湾展翅协会 透过国际涉及防治组组 比如说雨决中查查 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事务上的做法 那比较明确的好了 Telegram的资料我们有没有调过 我们有没有跟Telegram要过 那像美国的话 美国一般的话 他们是会提供 比如说到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有没有调过 跟这家公司调过 不是Telegram 没有 没有 OK 那LINE我知道是有的 那其他 因为其实 我想要跟 跟你们这边 问的是说 有几个比较常用的 除了台湾的LINE 跟脸书之外 还有像WhatsApp 或者是韩国的Walkout 或者是 这个Telegram 我们应该要知道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调到资料 这样才不会有漏洞 然后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根本就很难追踪的 那有没有可能可以有一个举发的奖金呢 这可能是要问法务部 举发奖金 这现在奖金非常的严格 目前我们只能说鼓励了 但是没有用发奖金的方式 OK 因为这种东西说真的在网路上传播 那资讯又这么多 我觉得要警政署去调查 一直追踪是有点难的 除非有人举发嘛 所以如果我们在举发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的讲注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有帮助 请坐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 我们刚刚部长你有提到 大部分如果是成年人的 他的那个影片被散布播送或贩卖的话 我们是用刑法235条嘛 是 那我目前看到刑法235条 他处的就是两年以下 9万元以下的罚金 我是觉得太轻了啦 部长你觉得呢 这个要看情节啦 他这是两年以下是最高刑度嘛 如果他是诉个行为的话 那可能诉罪并罚 加起来就不止啦 那如果这个单纯的单一的一个行为的话 当然他的刑度是法定的嘛 那当然法官他看个案的情节来做判决啦 对我来说就算只有一个事件 我觉得9万真的是太轻了 两年以下9万的罚金真的是太轻了 我觉得可以斟酌一下 是不是这个地方要调整 然后再来是儿哨的部分 我们看到儿哨我们是从性剥削防治法 3638 那其实我在看3638的时候 我顺便看到35 我发现35不可思议的轻 那个第一个 使儿童或少年为性交猥亵之行为 以工人关揽 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新台币50万以下的罚金 我觉得这个50万 我不知道这个条文当初是哪一个年代定的 那个时候可能50万很大 我觉得这个年代50万 对于这样子的罪真的是太轻太轻了 我大概3638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以现在的通货膨胀来说 我觉得这些罚者都太轻了 在金钱的方面 就是发还上面 发金上面 36也是一样的 它是新台币100万以下 它都已经是拍摄了 然后才100万以下 因为我们知道拍摄的话 它散播出去就是很可怕的了 然后接下来我是想要问 警任署不好意思 这是你们报告里面 你们报告里面第三页 有一个第38条 你看到第三页 那个图表里面 106年的时候 违反第38条的是1148件 然后107年的时候就迅速的降下来了 那我看你们的付诸是写说 这个降下来是因为把类案件顶出了 我想请问一下类案件大概是怎样的案件 为什么可以这么大的差别 因为我想问的是说 那当时候106年是不是有这1000多件被判 用38条来判 可是之后就没有了 那这是很大的差别的 这个部分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在106年的时候 案件数较多系 一个加强查序性犯罪计划 那106的时候 到107年到108年 则取消平衡 那我们在分析应该是这个关系 取消平衡的时候 大概等数据的话 大概有大幅度的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势 那请问你觉得是社会上这样子案例变少了呢 还是我们发现的案例变少了 那这部分我们可能还在做一个分析 OK 因为这是很大的不一样 那是不是如果说 这一个你们这一个计划做得非常好 所以把这一些都有抓出来的话 我觉得应该继续进行 而不是说为了把数字降下来 而把这个计划取消了 然后 另外我想请问的是 请坐 我想请问的是 这一次居家检疫的问题 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新闻表示说 手机常常出错 那个检疫的讯号常常出错 之前错误率还高达93% 变成我们的远景 一个小时 如果他真的跑出去的话 是要处理16件的 那请问一下警政署这边 你们那个软体的问题 出错的问题处理好了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远景 现在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你这一些居家检疫的讯号 一直出错的话 他们会忙不来的 所以这个 警政署 对 这个部分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那整个一个手机的话 因为这个电子围里 它一个在整个系统 是在电锡 那电锡 那电锡在那边 那那个窗口就是NCC 那我们只是负责 后端的一个指 所以你们请NCC 帮忙处理了吗 是 那NCC 请问一下处理好了吗 NCC 请问NCC今天是哪一位代表 NCC那个 电台与内容事务处 检验市场 跟委员报告 因为那是我们另外一个处事 在处理的 不过 我先回答 那如果等一下有处 我再补充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目前是请行政院治安处 就是治安处 他们找五大线性业者 正在协调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 是是是 不好意思我确认一下 我等一下再补充 尽快 那这是那个卫福 很快的问一下 那个 我们现在 最后一张 我们现在这个拿到的 是入境的时候 你告知 要居家隔离检疫的人 有这些事情要注意 那我们看到这些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并没有提说 你给的那个手机号码 会被追踪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有告知了吗 在 卫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一部分的资讯 我这边比较 不是我夜管 我可不可以请教之后 再跟委员报告 OK 因为这牵扯到说 OK 第一件事情 你应该要告知他 才可以追踪他 第二件事情 你如果没有告知他 他不知道他被追踪 他可以就把手机放在家里 然后自己出去乱跑 然后 你到最后变成是 没有法可以管他的 因为你没有告知他 你要追踪的是 你给的这个号码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尤其是现在 回来的非常多 就是海外回来的非常多 那可不可以尽快给我们 报告是 是不是说 有没有加上去 应该说 我觉得最好积极的做法 是马上加到这个单子上面去 不是只有口头的告知 谢谢 好 谢谢 无疑丁委员 因为现在防疫期间 所以 我们请相关的单位 大家就派两名过来 那今天 不好意思 大家都关心防疫 只是说 今天邀请的列席官员 都还是放在 这个专题的报告 专案报告上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赖湘琳赖委员发言 主席还有部长 各位与会的代表 我想今天我们召集人排这个主题 跟就是之前我们看到韩国 发生这个恩浩房事件 引发国内也非常多的团体在关注 那我本人也很在意 就是说在现有的这种各种法制 包括刚刚部长也报告 司法院也报告 就是说各种的法规跟这个行动 都在在的希望能够抑制 或者是能够对这样的一个不法 能够达到贺阻的效果 但是我们每一次只要看到报章 一阵子就会出现非常聪动的一些事件 那这个韩国的这个恩浩房 我相信在他们国内是引起了非常重大的 一种社会的一种冲击 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事件本身的受害人数是相当的多 那第二个是这个 在网络平台上进去观看的人次人数 我认为也是超乎我想象中 我们觉得好像不是那样的一个数字 可是竟然就已经高到26万 我相信这个数字可能是远远超过的 所以就显见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本身 即使韩国我相信他们的法制 也已经相对不管在这个性剥削性暴力等等的刑法上面 也有一些与时寄进的修正 可是还是发生了 所以我想今天的我们在 司法委员会能够探究 是不是持有在这个法制面的部分 还有更多的是社会面 以及很多是在这个检察官或者是相关法官判案的这个观念上面 都要一并的来检视 所以我想我就先提出就是说也就叫这个部长或者是在座的这个官员 你们认为这一次九官 这个未经同意就散布这个性私密影像 就它造成的不管对于当时的受害人的一些人格上面的心灵上面的这种 甚至自主性上面的一个侵犯 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位这就是一个性犯罪的行为 我叫部长 我同意把它列为一个广义性的犯罪 那这个影响层面不只是当事人而已 也影响到整个社会 所以我想我们会很严正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是我想也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更严肃的态度来处理 这一项在数位时代里面 它的工具它造成的无可回收性 它造成的长远的对受害者的伤害 我相信这个跟就是一个犯罪本质上的内涵 那它跟性的关系 跟这么隐私的一个身体的关系 跟这么样的一个严肃 人跟人之间的私密的关系 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性犯罪的定义 从散布这个未经同意的这个私密影像 那它就在这个立法上面 我希望我们就可以往前了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说 这样的一个现象它本身是 因为透过不管网机网路的各种形式上 它要移除 它要做到这种各自的这个处理 大概都还很难全面性的做到 所以也需要在修法上面 再想尽办法去做处理 那第三点会是就刚刚讲 不管是在检方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法官判的时候 有一些不当的言论 包括说自己你自己要去拍的 你不拍就好了 这样的想法就跟我们有时候 就说我们被人家这个做 不管是性骚扰的时候 你会讲说你自己穿得太过暴露了 这些观念我相信都应该要开始在 法治面跟我们的相关办人员里面的 这个心态里面重新要被教育 才不会造成对受害者的二度伤害 您同意吗? 非常同意 所以我们对于法务部所属的检察官 也不停地会有透过研习会 或是各种机会来做一个妥事的教育 是确实刚刚看到报告也提到 你们在这个相关人员的教育里面 会做这个年度上面的一个训练 但是我想实务上面我们还是来探讨 就是有关现在法治方面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终整起来 跟虽然大家的报告里面提到非常多 那基本上大概在这三个类型下面 我们可以来探究 有关于这个散布这个 未经同意就散布私密照片这件事情的一个 相关法治 最单纯的是从性骚扰防治法的部分 但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认为的一般是从行政法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没有让这个当事人的心生畏惧 或者是能够改变行为 大概就是个行政的调查等等 这个我相信这是普遍性的 这个在各个层面里面 各个职场也好 学校也好 各个方方面面 是有这样一个行政法的这个一个法规在里面 那第二个会是在刑法相关的部分 那我想刚刚大家提到最多的 会是刑法的二三五条的部分 就是说有关散布这些 或者是贩卖猥胁的这些物品啊 影像啊等等 会有一个行度 大概是两年以下 但是这个如果涉及自愿 是不是这部分就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处置 违背他的自愿 如果用强制的行为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强制罪 或是用恐吓 胁迫的话 另外有法条可以试用 但是前提就是如果他是自愿性的时候 那这个事情上面 在判的这个行度跟那个法制方面 会有不一样的考虑吗 当然会有不一样 试用的法条不同 他行度当然也不同 确实 所以我想有一些更年轻的青少年 他们有时候可能自己在一些观念上面 并没有很成熟 那造成说 他也许当时并没有不觉得有差 他被拍摄 但他未经同意这件事情是第二个层面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锁定在 第三个就是在儿童跟少年这个性波 因为防治这个部分 他反而是比较严谨的 就是说即使他有 像刚一般人是说我可能愿意被自愿拍摄 可是我不同意被这个散播 他这个自己的性自主权 还有一个年龄层高一点的人 他可能自己还可以判断 在18以下部分 大概就是完全是受到这个法的强制保护 对不对 是 所以在这部分我相信大家在看 与时寄进来讲 现在就是说 涉及到年龄的18以上跟18以下 会有相关的保护性的不足的差别性 这个是现况对吧 对 所以我想在这个儿童剥削的条例里面 比较主要的特定的就是他可以移除相关的这些资讯 对 有法僚的规定 可以来尽快的移除了 对 那现在移除这部分是不是交给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IWN 那个团体机构在做处理 呃我的了解啦 他是由国家来邀请这些民间团体来帮忙协助处理 是是 那能不能报告到目前 以我们这个调查的状况下面 已经有移除的量跟移除时间要花多少时间 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完整的部分 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加强这个部分的效益 呃这部分是NCC他们在处理啦 对 所以他的数字或是他的执行的层面啊他比较清楚啦 所以NCC今天没有到 呃应该有吧 有吗 有啊 NCC 是 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刚在问那个维梨的事情 是 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关你们在IWN这个组织团体 在进行协助有关影像移除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数据 然后移除的状况需要多久才能够完成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讲 就IWN 执行的机关是不是你们 呃IWN的部分吗 是 你先说移除的部分 对移除的状况 跟移除要花多少时间 能不能达到你们江苏想要的效益 呃我们移除原则上 呃就是这样就是呃 通常我国内的是比较配合 但是境外他通常是比较不配合 因为他是国外的 那如果说是下架的部分 他也只有通知的这个权限 还是要各主管机关他依照他的法律去请他们下架 那这个数字我查一下马上回报 好不好 所以总的主管这个下架也好 影像移除也好 最后处理到这个追踪也好 是哪一个部门在做主要的这个 呃就看他是违反是哪一个部分 那如果是儿少法 就是卫福部的设证单位 那如果是其他的法律 可能是呃警政署这边 他们都不同的数据 所以他们呃之前有一些书面报告 上面都有一些数据 其实都已经前线 那请会后再提供给我 好的好的 特别是像那个卫福部 如果已经有的话 有一个案例 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执行状况 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当时讲的效果 好我们再提书面 是谢谢 好那我想最后就回归到说 呃在呃刚讲到的 不管是法治上面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保护上面还是有不周到的地方 那我不晓得说 那在这个未来啊 我们法务部或者是司法院 有没有针对刚刚讲的这些问题 会另外再有修新的法规的可能性 就是包括这个私密影像 它的这个涉及到犯罪防治部分 这个条例或者是法案 有没有在规划当中 我想我们会随时收集相关的 啊个案处理的情形 如果说行动有不足的 那我们愿意来检讨 如果防范的措施有不足的话 我们会结合其他相关的机关 大家来把这个防护网 能够建立得更严密一点 好 是所以啊 那这个司法院这边有没有考虑修法 就是这个个资遮蔽的部分 现在我们在相关的判决书上 这个被害人的相关 个人识别资料都不会被揭示出来 这部分可以放心 是好 所以我想大家都针对这个保护的部分 能够尽量在法律上虽然不周延 整个在行政上能够这个立即改正 然后提供这个更多的这个防范的机制 我相信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我今天就提这个三个部分 一个是有关司法文书的部分 刚刚讲各自都有遮罩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部分并没有 所以这个请你们检视 那第二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个受害的这个对象 它必须在第一时间能够有设政或卫政的服务资源导入 那在18岁以下我们知道大概都还是有 可是18岁以上这个部分的导入 我相信是缺乏的 那第三就是刚刚讲的有关这个三部屋的强制移除 其实在18岁以下这个部分 可能在法规上是有 可是刑法上面刚讲00333的各个法规里面 有关这个移除下架部分看来并不完备 所以我市中心建议那个法务部跟司法院 真的可以考虑令地一个新的法 就针对这些我们视为它是性犯罪的一种形态 那必须要有比较周延性的一个强制法规 来让这些不管是资讯影像平台的这些有心者 能够这个让我们能够杜绝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跟社会伤害 好吗以上 好谢谢赖湘林赖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钟嘉宾中委员发言 好 主席在场委员先进 列邪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 那会场的工作伙伴 媒体基督女士先生 除了部长之外 是不是也请我们司法院的厅长 谢厅长 谢厅长还有国 呃 国发会 呃 国发会员哪一位 可以先上来 这样我那边询问的比较快 好 这个时间上 请注意 来好 请就座 好 那那个三位 我出一次一个影像 这个是很有名的电视影集 这个可能叫Sandy吧 他把他前男友送给他的礼物拿来拍卖 这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吧 好 前男友送你的礼物拿来拍卖 可以吧 好 如果我把我跟前男友 他把他跟前男友拍的裸照拿来拍卖 可以吗 有道德的问题 还是有涉及到侵犯隐私的问题 部长您觉得呢 呃 这涉及到个人隐私 当然不可以 好 送的项链可以拿来拍卖 一起拍的裸照就不能拿来拍卖 来我们往下看 这是我们常常在PTT里面看到的 这张影片啊 有没有算是私密影像 这样有没有违法 这个影像的持有人 可以散播这样的图片吗 好 这个私密是不是私密这个要再判断 但是显然的 当事人可以表示意见嘛 是不是这样 OK好往下看 好这个更麻烦了 公开场合偷拍跟散播 这是一个社会新闻 那么大家帐篷里面都不要看太仔细 反正他们在做爱做的事情 那请问一下 派出所接后检举呢 去看 请问是做这件事情的人有违法 还是拍这个照片的人有违法 怎么判断 厅长 你觉得 在司法事务上 是 在公共场所 有人在帐篷里 然后 有人把它拍下来了 请问是 行为人有问题 还是拍照的人 有违法 你们认为呢 那两者都可以 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好 两者都讨论的空间 拍照的人认为 他是去跟警方报案 要举发啦 好 但是这个上了社会新闻 就很麻烦了 好 可能要 行为人有没有违反什么什么 违反散容风俗啦 这个公开铺路不晓得 在拍照的人可能也有问题 好 往下看 好 举例来讲 刚刚举的例子 情侣双方情投意合的时候 拍了一个照片 持有者呢 是前男友 散播者呢 是前男友的新女友 散播的平台 他在line里面散播 好了 那么走到了刑事案件之前 伤害已经造成了嘛 对不对 现刑法对于拍摄者 有没有办法要求持有者 做预防性的删除 他的个人影像 散播平台 能不能在散播者上传的当下 就确认拍摄的内容 是否又取得同意啊 这个很复杂喔 拍的时候是合议喔 没有违反意愿喔 可是散播的时候 可能没有得到同意 可是散播者呢 又是很麻烦 散播的过程又透过一个平台 这就是目前我们要的情况 往下看 好 那个人影像的处理 我们再看有几个层次啦 一般性的个人 影像如果有事前的相关规范 事成取得 取得事先或事后的同意 而且能够依当事人 要求被遗忘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事前请求被删除 请求删除被遗忘权 如果说在违反了拍摄的意愿 或者说未经过同意的 散播的个人资讯 那我们就可以要求下架 那这个下架不做 可能有违法的处罚 如果涉及到刑法 那可能要更快速的下架 而且调查程序要保护被害人 避免遏失伤害 那么事后是迅速的下架 这目前我们在讨论 今天的主题的时候 这里面都跟我们未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 叫GDPR有关 我们来往下看 其实个人资料保护法 里面的第二条就说到 包括它这里面 什么的定义 今天我们讲的隐私 在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性生活 之类的 当事人是指个人资料 是本人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提到说 这个就是我们个人资料保护法 目前对于当事人的保护 再往下看 被遗忘权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三条 就是说他可以要求行使 请求删除在第五款 那这里面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这个司法院 目前在场厅长 国发会 请问针对会公务机关 所持有的资料 可以请求删除吗 是要根据个资法 还是根据民法 因为民法第十八条 有人格权受侵害的时候 可以要求法院 除去其侵害 那被遗忘权 在个资法里面有写到 民法第十八条也写到 那如果是非公务机关所持有的资料 我们要请求删除 怎么做 要根据哪个法 部长您的看法 个人资料法已经很明确的 有这样的法条规定了 非公务机关所持有的 但是等于你要向这个持有人 要求他要删除或是 好 OK 厅长觉得呢 用哪个法条 用哪个法条 好 OK好 那我往下走 来 国发会来了 来 我们这个讲的是 现在讲的是日本 日本的做法呢 它在所谓的 这个很长啦 特定电子通信服务 提供者之损害赔偿责任 限制及使用者资料 揭入法 两个要断掉了 那因为是日本翻译了 第三条的第二项 它这里面意思大概内容就是说 从日本的法条来看 社群媒体就是平台业者 要求具有 要删除违法资讯的义务 那这一条主要是说 平台业者在删除这些资讯的时候 在在什么情况之下 上传资讯的人 不得跟平台业者求偿啦 就是说他有一些程序 有一些义务要做 所以平台业者呢 做这个事情 可以免受 传讯者的求偿 那表示什么 平台业者有义务去保护 涉及到的资讯的当事人 这是日本的做法 好 国发会的题目来了 来 往下看 这是你们的陈主委 他说 在2020春季 将进行第二轮的资商 就是我们在2019 我们跟欧盟进行第二轮的资商 后 我们要再怎么样 去年的12月25号 陈主委说 要成立一个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对于研修各支法 尤其GDPR里面相同规范 国发会 现在进度怎么样了 跟国发会报告 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的时候 在去年跟那个 就是欧盟司法总署 有做第一轮的一个讨论 是 那现在的话 本来是我们预定是1到3月 就是春季要慢慢谈嘛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春天快结束 没有没有对 各位报告我们现在4月中旬 最终跟他们取得稍微 好 这是4月中旬 我也在追踪你们的进度 好 提醒一下 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部长你来看一下 这常见的 我是用这个 连锁的路流 其实我们在乡下 常常是干嘛店 我曾经拜访一个朋友 他干嘛店 他说他们附近 他的干嘛店 因为他为了怕窃 他自己装了一个监视器 监视器刚好对到他们巷口的那个十字路口 因为十字路口常常发生车祸 所以说三天两头警方来跟他掉袋子 好请问一下 目前呢因为摄影器材非常的发达 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域架设一个摄像机 好 那这是我们常见的 那请问 零售业为防患小偷所录下的画面 这个影像的所有权算谁的 他进一步的散播有没有问题 部长 如果是警方因为办案的需要 这是有公共利益 是 他来请求来调阅他所录下的影像 警方当然可以要求 那录的人 他说除了警方要求之外 他朋友想看他也给他看 他想潑上去说 哎呀发生一个惨烈的车祸 碰碰碰 雪漏模糊 他可以把它拿来做散播吗 如果涉及到是个人隐私啊 在公共场合发生的车祸是不是个人隐私 像刚刚所提到的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 所保护的个人隐私 我举例嘛 公共的十字路口的车祸雪漏模糊的照片 这个是不是个人的隐私 当事人的隐私 那涉及到犯罪 当然你这个东西要提 不晓得是不是犯罪啊 车祸嘛 他可以提供给警方 他可以自己 他可以散播吗 他可以散播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的层间新闻就是三器啦 闭路监视器 路口监视器 还有什么 还有行车记录器啦 媒体都很喜欢拿这个三个器来当新闻 好我们现在看 来 请问国发会 警政署 在公领域 比如路边的电影像杆上 装设监视拍摄到的公领域喔 如果录到监视画面 足以辨别行人的外形 行动轨迹 算不算个人资料 装设的单位 要不要提出安全防务 跟钓鱼的规范计划 来国发会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在各自法第51条 第一项第二款 有一条规定啦 最主要是说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或公开活动 所收集处理利用的 没有跟个人接了 不然他是不用设个自法的 但如果你跟个人知道会接了 那你当时用个自法 所以你还是提供一个判断的准则啦 好我们往下看 来 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在私领域 装设的监视器 可以拍照公领域的范畴 譬如说我在我家门口 可是对的是我们家的大马路 每天我的邻居从门口经过 包括六狗 他的狗有没有在公家的大马路上 随地便便都录得到 好 那他很不喜欢我装这个监视器啊 那可不可以 我的邻居可不可以要求说 你装的监视器 照你家的大门就好 不要照到对面的电线杆 我的狗狗在那边尿尿 侵犯我狗狗的隐私 可以这样主张吗 不晓得 来我们来第二题 来 在私领域 装设拍摄到其他私领域 我家的围墙跟你家的围墙 同一堵围墙 我怕你翻墙过来 对不对 我就拍到你们家围墙 你家里面的事情 你可以主张 请我把监视器移开一点吗 国防会 你刚才强调一点 如果说你跟个人会有结合的话 那当然要用割之法来处理啊 但是我是跑路我家的围墙啊 我怕你翻墙过来啊 跟主委报告一下 现在我们在割之法推移上面 我们第五条案 就有个比例原则在 好 你不能够造人家家里 这样你跟个人家 我没有造家里 我造我的围墙 只是会造到你家的草地 好我们看下一题 所以有几个问题 请国法会 请法务部 请我们司法院下去想一想 我们现行的法规 能不能做到事前 预防性的删除个人影像 事后迅速下架 国法会未来在研究GDPR 我们相关的个人资料法的修改 要思考 国法会之后的修法 与成立的专责机构 你们要想象 他要能够加强被遗忘权的落实 第三个 关于在公领域 拍摄公领域的监视器 也就是说我这个 拍的地方是公领域 我架设的镜头 也是在公家的电线杆路灯杆上面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 跟主管机关申请声色 我举个例子 我们选举的时候 挂个宣传布条 都要去环保局 申请许可字号 我挂的布条 可能挂在一些 只要没有算违规广告的地方 我可以挂在围墙上 那是公部门 挂在两根路灯杆之间 常常看得到 这个要申请环保局的许可 如果可以拍摄到公部门 公领域的监视器 是装设在公有财务上的 你们要研究 这样的装设的监视器 必须事前得到主管机关的许可 如果我在自家的领域 装设却拍摄到公领域的 那么可能 你不需要事前登记 但是如果有人主张 有人主张的话 那可能要经过登记 所以前者是属于许可 后者是属于有人主张 你要去登记 为什么 不登记 不许可 我如何要求行使遗忘权 所以我在这里提出 请部长 请司法院 请国发会 还有NCC 都思考一下 因为平台业者是NCC在主管 所以这些问题 我希望未来在国发会 汇集各部会的资料以后 要落实提出 我们才有办法主张 关于个人的私密影像 未来如果被公布 或被散播 我们怎样保护个人的权益 以上 请国发会 这边要给我一个特命 可以吗 谢谢 谢谢几位 好 谢谢中委员 那就请国发会 就中委员这个特别 就各自的问题做一个书面 那也给本委委会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李贵明委员发言 好 谢谢主席 我在询问之前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委会的官员 没有人的资历是在十年以下 有的话举手 OK 那就没有 我的问题其实比中委员简单 比中委员简单 我的问题呢 直接看头影片上面 好就好 针对今天的 没有经过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的防治的 我们所有与会的官员里面 认为我们现行的法令规定 就这个部分已经很完整 不完整的 很完整的举手 大家都不认为 我们目前的这个现行的法制 对于这个领域的问题呢 它的规范是 是完整的 对不对 我的结论如果是这样没错 那我们第一题就已经 结束了 第二个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从执行的层面 因为我们与会的所有的官员 各有各的职长 从执行的层面来讲 有没有发生过任何你在执行的时候 你认为你心理的纠结 跟你实际上面依照法令的规定的时候 你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 导致你没有办法 让公平正义能够实现的 请举手 没有 所以刚才第一题的答案是说 你们不认为现行法令规定是完备的 可是第二题的答案说 明明你的道德观跟你讲说 你应该 这个东西它是应该被处罚的 然后你也有机会 因为你是组长这个职务 你也有机会让它落实 可是 因为现行法令的规定 你在让你主管的事物的情况之下 你没有办法落实的 我们与会的所有的官员 都没有 所以 与会的所有的官员认为 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 在你执行层面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按照现行的法令规定 去落实不仅仅是 法律上面的公平正义 也是你心中的道德观的正义的吗 有人 我再问一次 有人认为你在执行你的组长的事物的时候 依照现行法令的规定 你没有办法去落实的 有还是没有 有的请举手 还是没有 那我 部长您稍等一下 因为我其实很期待那个 刚才的我们警政署的 他会举手 因为我如果没听错的话 那个 我们警政署代表 您知道那个 刚才维定委员问你的 Telegram是什么东西吗 您知不知道 Telegram是什么东西 警政署我们副局长 行政材局副局长 您知道Telegram是什么东西吗 就是我们一般社会上 软体 软体 谢谢 谢谢副局长 很好很好 OK 那那个我们 那刚才回答的 刚才回答的说 您刚刚讲到 国外的那个平台的部分 我们还是透过这个 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国际科 跟有一些国家 有资格互助协议 对 那你以现在来讲的话 我的第二题的题目就是说 以刑事警察局的角度上面来讲 既然刚才的答案是讲说 台湾国内的部分没有问题 但是国外的部分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去 那它的效率性跟它能不能够及时 因为我们现在是网路无国境啊 是不是 网路既然无国境的一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只能够执行国内 你不能够执行国外 然后花的时间很长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尤其我们前两天的被害人保护的部分 一直强调就是被遗忘权 这个伤害是持续在继续进行当中的 大家太着重在说 有些事情是你当初拍影片的时候 你同意的 可是对于儿少来讲 或者对于其他有不愿意的人的这个情况来讲 当你的执行面上面有困难的时候 不难道它是一个应该你立即去解决的问题吗 而不是说 我已经按照法律的规定 然后我已经透过司法互助 然后我已经提了这件事情就了了 不是这样子吗 对我们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透过比如说外交部 再回到第二题 您可以看到上面的题目 就是在您目前执行的状况 在您组长的业务嘛 对不对 您组长的业务的情况之下 你在执行的时候 您有没有觉得现行的规定 或者国际间的条约 让你可以不仅符合法律上的规定 从你自己心中的道德感上面来讲 你的执行也是无碍 您认为有吗 这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简单说 因为这个我还有很多问题 在国内的部分 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不是 副局长 我要拜托你真的 那个官员 我觉得跟立法院 常常我们发生一个困难 就是说 你们太会闪避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 您是要现在回答 还是您要会后回答 是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整理书分支的时候 谢谢您 好 NCC的部分 您在执行的部分 我刚刚听到 刚才的回答是讲说 哦 这个取决于主管机关 如果有主管机关怎么样 您在执行的时候 在很快的 要把这些的图档 从网路上面删除的时候 您在执行上面 从效率性上面来讲 从道德感上面来讲 假设你就是 那个影片的主角 或参与人的话 你认为 到目前为止 那个删除的这个时效 迅速性上面来讲 符合需求吗 是这样子 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一个 简单来讲 因为他不是 是我们其实是指 是委托给阿远这个民间机关在处理 他们都非常的尽力在处理 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 您的尽力是他的 需要多久的时间 没有 他只要有收到 有民众先说的话 多久 他们会立刻跟警政单位这边报案 多久 那就看这边的处理 但是他们也会同时 所以警政单位 他又回到您的部分 他同时也会给平台处 他会给平台 也会给这个警政单位 NCC我的问题是说 一般来讲 我当然知道里面 个案很多变数 对不对 从你知道这个东西被要求 到实际上面解决 他要多久的时间 才能够让二度的伤害 不要再发生 多久的时间 就我知道的话 极简他真的是很尽量 在一天以内就处理 一天以内就可以处理完 谢谢 这是极简的部分 谢谢 好 那如果不极简的话 拜托会后给我资料 好不好 不是极简 然后你的极简跟不极简 你的区分的标准 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是 咱们再提出面给回来 好 感恩 感恩 谢谢 好 我下一个问题呢 是 请教的是 我们法务部的 部长我刚刚看你知道 你有话要说 但没有关系 因为你大概是 官员里面 比较能够直接回答问题 而不拖延的 起诉的比例啊 就类似的案件的情况来讲 起诉的比例 从法务部来讲 当然是牵涉到证据 所以我在问的时候 不是就个案拿那个特例出来 我们讲一般上面来讲的话 起诉的比例是说 只要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比如说现在最火红的 当然就是韩国的这个事情 引发大家的注意嘛 那这个是不是只要证据显示的时候呢 就肯定是百分之百起诉 如果犯罪充足的话 犯罪证据充足的话 当然一定会依法起诉 但是不一定是起诉 有时候在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这个最高行度的话 很可能还起诉啊 很可能直前不起诉啊 所以不能完全用起诉来论断说 对这个案子的处理的结果如何 好 谢谢部长 但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接下来请教的是说 以这样子的案件啊 因为我们在公庆会 被害人保护的公庆会里面 已经提到了 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讲 台湾目前的状况来讲 保护被告多于保护被害人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那个天平啊 法律象征的天平啊 现在其实不是平的 它是一个倾斜的 不管是从预算费用 其他上面来讲 或者是说实际上面的情形 所以可不可以拜托部长在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所以可拜托部长呢 在会后 让我知道一下 就这一类的案件 好 这一类的案件 起诉的比例 还起诉的比例 或者是你有其他处分的情形 好 我们会把它更详细的分析 谢谢 包括有罪或是无罪 是 这样子的一个论 是 因为有罪无罪的部分 我就要请教我们刑事厅啊 司法院的刑事厅 从 从实际上面 呃 起诉的案件 含了这个法务部的 或者是不管是致诉啦 实际上面 我们起诉的比例有多高 可不可以拜托时间掌握一下好吗 委员是说 已经起诉的犯罪 法院论罪科刑的比例 对对对 大概是达到93.75 跟95.91 哦 很好 谢谢那个司法院很明确 那我要请问的就是说 这个刑度啊 刑度上面来讲 虽然我们知道 我们从刚才法条上面来看 它的刑度其实是蛮轻的 即便是像 部长刚前面提到的强制罪嘛 强制罪的最高 三年其实也不高啦 那所以我们要请问的一下 就是说从刑度上面来讲 从司法院实际上面判决的案例来讲 大概那个刑度是落在哪一个空间 包括委员大概中度以下 中度以下是多少 因为中度以下 我想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知道 中度以下是什么意思啦 因为所涉及的各罪 它的法定性 对我可以这样子 因为时间到的关系 我拜托就是司法院能够把这个刑度啊 平均的就是说从高的到低的 还有罚金的部分 还有宿罪并罚的部分的数据 实际上面的数据提出来 然后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我没有办法问 我会把那个问题再用 口头上面说一下 简单来讲 我觉得问题是在于 那个未税啊 到底因为 因为无故的部分呢 315条的那个后面 第二项之二的部分呢 常常它其实是不适用的嘛 因为你有讲说它同意了 那重点是在于这个未税的部分 那未税的部分 它其实基本上来讲 主管机关对于它的定义呢 我们知道就是说 以往呢 四字407条啊 然后或者是 四字617条里面 它都有规定 我想知道主管机关 目前对于这个未税的部分呢 你们是怎么定义的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李委员 那要指定法务部还是司法院 法务部跟司法院都一起 好 那就就李委员刚刚的口头提问 未税这部分的判断 你们再跟他说明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 郑立文政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啊 部长 因为这个内政部长 韩颂 我们的警政署长 到地检署一室 社会闹得沸沸扬扬 前所未见 所以我想 第一个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部长 请问你有所属民进党哪一个派系吗 你是苏星系的吗 我啊 我个人 我个人不是民进党 都没有 但你有没有跟他们派系啊 苏星系有没有 还是英系的 还是政国会的 还是海派的 我不晓得谁是谁是系啦 我是 法律人 你都没有 我们不是 我没有政党 我没有政党 那请问你算是属于谁的人马 因为你现在任命为法务部长嘛 你是属于谁的人马 是蔡英文呢 还是苏贞昌 我不晓得 就是说你是属于谁的人马 我也不在民进党里头 我想要知道一下 我是国家的人马 所以也都不算就对了 是不是为国家为社会做事 是 因为这是苏贞昌院长震怒嘛 那这个报章报导的 就是说民进党内部派系 因为内政部长 跟我们的警政署长 是分属不同的派系属性 所以才会斗得这么厉害 所以第一个 这跟法务部直接也扯进去了 所以我要先知道 部长在民进党里头 是比较属于谁的人马 还是谁的派系 那如果都不是的话 请问一下 为什么法务部地检署 台北地检署 退回了这个案子 我的了解 退回是媒体的报道 你们没有退回 地检署怎么处理 他不会来跟我报告 我也不晓得 他们如何处理 他们是依照 在案件怎么处理 就该怎么处理 就处理 法务部地检署的说法 是说 那是媒体的报道 那法务部的说 地检署的说法 不是你们的说法 地检署的说法 是说依据他们的内规的规定 这个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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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所以就把这个卷证发回原司法警察机关命期补足 就是说呢 他的调查资料不完备 他说他的所附的资料不完备 所以呢 发回原机关补足 但是因为原机关也不是司法警察机关 因为原机关是内政部 他也不是属于司法警察机关 所以有人说这个规定不应该适用在这一条上面 还有另外就是说 那所以如果内政部补足了相关资料的话 地检署 这其实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如果说是像内政部 因为这是内政部韩送警政署长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而且是全国老百姓 警政署长是我们最高治安单位的首长 如果我们的最高单位的首长是不法 而且是内政部说他不法 不是其他的人说他不法的话 那这很严重 那是要等到 就程序上来讲的话 是要等到内政部补足了资料呢 还是说如果他有相关违法的情势的话 地检署应该主动侦办 我们现在都不去猜测 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到台北地检署手中了 所以他们会依法 他要如果是已经分案了 就按照法定程序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所以 他可不可以主动侦办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主动侦办 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主动侦办 但是他应该可以 告发或其他情势 他本来就会依法处理 所以 其实按照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地检署也可以主动侦办 他不需要退回 所以我才一开始问你是哪个派系的 是不是因为不同的派系就决定了 你们的地检署要不要受理这个案子 还是说 他们都要做人 这人都要做 所以 退回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吗 还是依照他的法律专业 跟你也没有关系就对了 我当然没有关系 因为法务部他是不干预个案的 也不介入个案 更不能指导他办案 所以 所以这整个案子是 你地检署如果接受到了什么样的资料 该怎么处理 那我想继续请教法务部长 因为苏院长震怒 就说防疫期间 徐国勇是来乱的 为什么事先他都不知道 所以呢 内政部就正式了 发了一个新闻稿 那内政部的新闻稿里头说 这个是政风处的调查 他那新闻稿里面直接指明的 政风处是 我直接念给你听 业务是法务部主管 所以呢 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 是法务部的政风处主导的 是这样吗 政风单位他有他的职长 他对于他的这个机关内部 有什么样的状况 有没有违法 有没有违背 所以当内政部的政风处 调查我们的警政署长 并且还正式的 寒送给我们的地检署 说我们的警政署长违法 就这一点来讲 因为政风处的主管是法务部 那请问部长你知道吗 你事先知道说 他们在调查署长 而且寒送署长吗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案处理 他本来就是 他的上级是连政署 他的上级是连政署 政风单位 他的主管业务的上级是连政署 那法务部 并不处理这些个案的问题 所以你事先都不晓得 我都不晓得 那事后才知道 我也是看报导的 所以你没有事先知道 然后不知 不报告 苏贞昌院长 并没有这样 连政署他也没有 他也不知道啊 他也不知道 他还在进行行政调查当中 他当然也许 政风处已经调查了一段时间了 我这是根据徐国庸讲的喔 他说大家都知道 政风处在调查警政署长 这不是秘密 然后呢 是法务部所属的政风处 送 寒送的 跟他们内政 他说 是你们法务部管的呢 连政署 连政署属于法务部底下的 是 还有政风处也是 他说都是你们法务部管的 属于连政署 好 那再接下来请教一下部长 那现在连政署会不会调查呢 因为内政部说 他们寒送的法务部 连政署还有监察院 那现在地检署给他们 驳回啦 那 连政署呢 连政署也驳回吗 还是说连政署有要调查 这个都是个案的处理啦 你也不知道 你也都不管 我也不去介入 也不去干预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报告啊 都没有看到报告 所以 那如果按照正常程序好了啦 我们理论上来讲的话 内政部正式的 由内政部 寒送给连政署 请连政署调查 他不会不调查吧 那不然人家会不会觉得说 因为警政署官那么大 所以署长就不调查 小官才调查 大官就不调查 就理论上来讲 他应该要调查吧 是不是 我们现在不谈理论 不谈理论 也没有原则 理论遇到他也行不通 那按照法律的规定 按照法律的规定 是不是应该要调查 我是问你按照法律的规定啊 当内政部寒送的一个官员 给连政署说 请连政署调查的时候 连政署是不是一定要调查 是不是这样 连政署 那他有他的职长吗 如果连政署 违法失职 署长他也没有请辞 那部长也很奇怪 部长也没有把这个署长 违法行事如此重大 部长也没有把他调离限职 你照理讲应该调离限职 这样才有方便 不管是你法务部 还是连政署才能够去调查 那现在警政署长 他还是站在那边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调查 他还在现实上面 他是警政署长 全国的警察都是他管 那你们调查得动吗 现在案子已经在台北地检署 大家都尊重台北地检署 他自己的认定 已经把他送回去了 退回了 他已经退回内政部人 没有你觉得没有退回 我觉得他 不敢退回 不是说敢 报纸乱讲的 法律上该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个 资料或是一个 所以照理讲应该不至于退回 他退回也很奇怪 那要看案件的内容 因为你一直跟我说 案子在地检署 案子在地检署 那地检署就已经退回了啊 那是报导 那是报导 因为我也没听到地检署 或是高检署 有来跟我报告说 这案子后续怎么处理 部长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这真的全国高度的关注 他是负责 他是我们的所有警察最高首长 他是堂堂警政署长 今天是他的直属的现任的内政部长 寒送他 那这个事情不了了之吗 然后警政署长他现在还在他的位置上面 如果像内政部所寒送的这么的严重 然后地检署也不敢查他 連政署会不会查他呢 監察院会不会查他呢 还是因为他的后台硬 所以连内政部长要查他都动不了他 还是内政部长是真的像苏贞昌讲的没事找事做 陷害中良 人家根本没有违法 你还乱给人家 大家不要随便猜测 一定是两边一定有一边有问题啊 两边都没有问题 那难道我们全国老百姓的脑子有问题吗 一定两边一个有问题嘛 现在已经在台北地检署 大家就静待他的 现在烫手山蜜丢到你法务部啦 不管你是地检署还是廉政署 都你法务部在找不到啊 所以我要先知道说 哦啊你是哪一派的 如果都没有 秉公处理 依法处理是怎么样 我是国家派的 对啊那很好 那所以 依法处理 旧法论法 应该怎么处理 应该让我们知道 不然这事情就这样没有了吗 苏贞昌叫他们两个闭嘴 就没事情了 没有没有 这个在台北地检署啊 我们就静待他 用专业来判断 那 是属于行政调查 或是属于犯罪侦查 我们就静待他们的认定嘛 大家不要在这边随便的猜测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 我是希望说 法务部 像你刚刚讲的很好 秉持国家的立场 依法论法 该办就办 不要因为他是警政署长 就不敢办他 但是如果他是冤枉的 也要还他一个清白 不要这样不清不白的 退回 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他到底是有没有违法 赌職 没有人知道这样不好 对警政署长 对我们全国老百姓 都不公平 对内政部长也不公平啊 到底什么人是玩弄的 让我们期待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务机关 给我们做最后的裁判嘛 不然我们老百姓无所适从啊 如果一个违法的人 在当我们警政署长 那真的是太离谱太荒谬啦 没有人可以接受嘛 所以今天就是请法务部要加油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郑立文政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郑运鹏政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同仁大家好 跟部长您请教一下 在本委员会里面 包含法务部来 那包含司法院来 最难回答最难处理的 其实就是个案 所以刚才郑立文委员 他问到的其实是个案问题 对不对 现在是个案问题啊 所以个案问题 那刚才部长的回答就是说 现在在地检署嘛 那你也没有听到像报纸所载的一样退回 没有 所以进度怎么样你也不知道 不晓得 对那这个案件 它有可能来自于 一些警戒外界的传闻 所以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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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风不得不调查 但是调查完了之后 那可能查无实证 那也可能他认为说 有必要送检察官调查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能够针对 检察官要怎么办 在委员会上面去公开说明 可否或指挥 是这样没有错吧 是 因为法务部本身就是处理法务行政 我们对于个案从来就不介入 也不干预 也更不能指导 或是会影响到最后 个案检察官的认定 我听说当时内政部的考量 没有往上报 是因为怕 避免掉马王政真 黄世民检察总长 向马英九总统 在魏征杰的状况 就去跟他报告案情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正风处理正风的 就没有往上报 所以包含苏正昌院长 也是事后得知 那那个状况当然 黄世民总长 他后来也是有罪判决 入奸服刑 这个没有错吧 没有入奸 没有入奸 反正就是判决有罪 所以他们也是避免这个状况 这个对不对见仁见智 因为毕竟在正风 这个我也没有意见 但是有时候变说 乱源有时候在 在他们那个领域里面 有时候在媒体 有时候在立法院 如果立法院今天非要问个 哦就是 警政署长或内政部长 谁有问题 谁没问题 我恐怕今天不会有答案 这个也没有错嘛 是 所以很多讯息都是大家看媒体的报道 因为大家都没有接触到整个案件的资料 或是了解他的事实的内容 所以大家都是猜测 都是媒体的报道 以为就是媒体报道就是这样子 事实上很多就是跟事实是不符的 我晓得啦 有很多 就是去按铃申告的 他对媒体讲的跟他自己提告的内容 根本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我了解了 所以变成说在立法院追个案 通常都是政治问题 或者想把它变成政治问题 所以部长就抓这个分寸 不能讲的就不能讲 那至于政治问题就 民意代表跟政党之心自己解决 那内政部长跟警政署长他自己要去解决 今天问这个问题 今天的题目也是很难 讲真的很难谈的啦 一不小心我们就变公然猥褻罪 所以今天早上有委员问到说 自由时报这个照片嘛 打马赛克了 到底是拍的人有罪 还是在那边做这个行为的有罪 都有讨论的空间 刚刚好像是这样说明对不对 那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 这个我也没有对错的评价啦 在另外一个报纸上面 有一位日本的之前的AV女星 部长就 这个你应该也不认识啦 那这AV女星已经退休 好像她上面写六年了 在台湾的餐厅工作 我看起来她写的内容是 她也不想要受访 她也不是公众人物 那因为这是娱乐名人版 对她本人来说 她已经不在娱乐界也不是名人了 但是受到访问多少有点困扰 那因为她写的内容是这样 她希望过平淡的生活啦 然后也不想要回去演艺圈 所以看起来她也不想受访 但是照片就很大 那这个我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在讲这报道对或错啦 这种内容 就人性上面就有很多人看啦 我猜她们今天应该销售量跟点阅率也都不错 那社会就是这样 那今天要看的就是说 在各种行为太阳上面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处罚 那你的处罚 会不会让人家觉得不公平喔 那部长我跟你讨论是这个 就现在的拍摄跟传播工具非常多元 公司很难认定了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办法去处理 怎么样的处理才是一个 不会因为技术进步 你就罚不到的状况喔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 怎么讲呢 来我跟部长沟通 我跟部长说明一下 过去偷拍大家叫真孔 现在叫全民狗仔大家用手机 但是还有叫空拍机的 部长你知道吧 空拍机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回到前一个新闻那边 好这个是这几天的新闻 因为我们在两年前修正过的民航法 把空拍机列入规范 所以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够飞的 包含航空那个机场 包含有一些公家机关 人口密集的地方 怕飞机掉下来撞到人 那有很多大楼 其实不想让人家拍 为什么 那就飞飞飞飞 我本来在那么高的地方 没有人看得到 我还可以穿条内裤走来走去的 现在突然看到外面 有一台空拍机就摄影了 所以有很多地方 主动跟地方政府说 我就不想被拍 就弄起来 这个业者跟玩家 他们就非常反对 他们说 我一片红通通 根本没在一起玩 这个也有点矫枉过正 但是 回到刚刚那一张 但是你加上这么多工具之后 你会发现说 你真的就拍官吏 你什么时候被拍到 真的是不晓得 更不用说这种职业的记者 新闻记者 那第二个他 他的那个 内容的手段 从过去录音带 录音带大家很难想象 最近我看了影片 一个Netflix上面 网飞上面有个非常爆红的影集 去年叫做 AV帝王 他就是从卖这种色情录音带 录音带开始的 那卖录音带 后来再卖到录音带 然后从音声音变影像 影像变光碟画质更好 然后call片子也快 到最后用硬碟 现在到网路 那网路现在还是手机啊 那现在5G之后 传得非常快 可能是以前传播速度的 几十倍这样子 然后方式还有印刷 复制 网路上副本 他甚至用分享就好 还不用call 就连接直接上去 源头如果没有去除 现在到处都有 然后再来 行为上面有公开散布跟贩售 那现在对我们来说 对政府最麻烦的是 个人视讯跟通讯啊 那什么叫个人视讯跟通讯 我跟部长说明一下 就说以前这是公开卖啦 前面那几个都可以卖 录音带录音带 光碟 硬碟 好 网路上面也可以有会员制 这些过去有实体副本的 都是可以卖的 那以前卖才有罪嘛 刑法235条 散布容易抓 但是那种散布有实体的 你很容易限制影响范围 可是现在进入到 不只是网路进入到这种 个人视讯的通讯的时候 我没有公然啊 我是一对一 现在用手机都双镜头 我可以放一个镜头在那边 自拍给你看 我裸露我也是一对一 到底部长这种行为有没有罪 在你认知里面他有没有公然 有没有违欠 没有为大家所共闻共见的嘛 就没有所谓的共然 好 这是共闻共见嘛 所以未必公然 但是我今天的视讯 他的软体是一对多 他到底有几个人看你也不知道 那这样是不是公然 那如果是在少数人 大家自己 什么叫少数多数 两人三人这样 都有可能啊 看这个他的场域嘛 还有说 是不是大家都同意在这个 不是 他拍摄就是他自己一个房间拍摄 然後他拍自己 結果很多直接知道 他账号的人就加进来 那个多少人可能全球都有 但是都是一对一的个人通讯 那这个算不算构成二三五条 或其他的公然违欠 欸 这个要看情况啦 你自己公开说 我是在直播 或是我给很多人来看 對 你自己事先同意 那这个 他当然是同意的 他甚至付费 我本来要下一个阶段要问的 他付费 他同意 然后很幾乎 他是被申请的公开 我听说最近台湾有个软体 本来要做直播 后来 后来没有做得很成功 转型之后 他用付费解锁的方式 他自己可以解锁 然后一解锁之后 要解锁的人就要付费 我有听说到一个片子 一千多万台币的 那这个你罚不到 那如果有 刚好有 有人在看 他的家长看到说 我小孩去付费 付费那个 看了这个 那 他家长想要提告 那个直播的人 告得起来吗 然后如果他被截图转出去 他被截图转出去 包含影像转出去 未经他同意 未经他同意 未经那个直播的人同意 他也被转出去散步 那这个算哪一条罪 如果再散步出去 我讲的 就是说 你本来就是在表演嘛 你也付费了嘛 我截图录影下来了 我散步出去了嘛 我散步出去了嘛 那这个算哪一条罪 那这个算哪一条罪 还是无罪 就散步的人有罪 原则上当然散步的人有罪啦 但是当事人是愿意的 当事人 他也许只对一嘛 或是对他一个特定的对象 那是经过同意的嘛 部长这个问题难谈在于说 现在已经进入到手机的时代 所以会变成他几乎是私人的通讯 你政府未经同意 你也不太可能去看人家信箱 去看人家LINE上面 还是什么样的通讯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啦 那所以我在看 我在看了几个法条的比较 我们刑法235条最常用 就是那个散步猥亵的这些 跟儿少法的差别 主席跟你见一分钟 跟儿少法差别在于说 儿少法因为是对未成年 他大概也比较新啦 他在有国际上面的比较 他对于那些 如果被侦查中或被调查 他有散步的 他会要求网路业者把他拿下来 那在我们刑法235 对成人 比较是对成人这一块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那样对当事人的伤害是非常重的 所以在部长这一块 你们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 因为刚才也有委员问到说 对儿童保障多 对其他人保障很少 因为有些你被男女朋友偷拍 你都不知道 偷拍之后就马上传哭去了 恐怖情人 或者是怎么样不晓得 但是那种无法下架 可能那个伤害比你判不判 判他刑还重 还要重大 所以部长是不是研究这一块 那法院如何判刑 因为你只要有财良权 台湾通常不会判得太重 因为台湾那种对于儿童的那种变态 也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多 所以但是我们在通讯的使用上面 台湾的渗透率长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所以我们在散布这一块进入到网络 跟手机时代之后 散布其实是二度三度伤害最大的 所以在这一块上面 因为你不能只有侵犯未成年的时候 才有处理这些下架的问题 但是在其他非未成年的部分 是不是把这一块补起来 好不好 今天的目的在这里 好 能够尽快移除 我们想尽用什么样的行政手段 而且要要求移除 不然等同这些公司是等同犯罪 你如果没有罚则的话 他也不太理你了 其实网络公司都是这样 都不在台湾 他不理你的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部分 但是通常来说他会听法院的 所以这部分你们可以跟NCC研究一下 通讯的公司 网络平台 他通常不太理你政府的要求 除非你用别的手段 但是如果法院的判决 他通常会尊重 好不好 这一点部长你们 我觉得尽快研究出来 如何降低他被散布的状况 好不好 好 谢谢政委员 政委员请留步帮我代理主席 谢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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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部长好 大家都是法律系的 好 刚刚政委员 那个是不是 因为散布是我们比较 旧时代以前的那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定义 是刚刚询问那个问题是不是落在播送 落在播送那个阶段 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 那我想早上到这边有六 应该有好几位委员就今天的专题报告有提出一些意见 那我想方向也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我这边就尽量节省时间 我想把它说成三个topic来讲 第一个当然知道说这个影响侵害是很严重 大概也很难去抹去 也很难被遗忘 所以这个部分更让人家觉得说 在法律上面或者在政府的体制上面 大家怎么样来保护 那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当然我看各个部会 大概都有提出相关的就你们主管的一些业务题的报告 那法务部大概有就相关的一些法律有做一些明显 做一些制度性的说明 那我这边统整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被害人是在未成年的话 那受到性的剥削性的侵害 我们就落到那个未成年的这个法律来规范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来规范 那如果说成年人的话 那当然触犯了刑事法律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刑法 235条还有315条之一之二 那如果是这个行为人是未成年人的话 当然就是邵家厅这边来处理了 那另外大家也提到了我们今天有一个IWIN 那IWIN的话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念IWIN IWIN 那他是NCC NCC传播人会就是跟各个部会委托一个 委托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 他是一个民间的机构 所以大概今天在相关的部会报告里面 大概教育部的部分 因为每个单位其实都提的 就你们的主管的部分是提的蛮详细的 让我们对相关的法规范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但是大家还是会疑问说 那这样的规范够吗 这样的法律够吗 保护够吗 要不要提另立专法来规范 请教部长 法律绝对不能说完全够 因为整个时代的变迁有时候很快 法律永远是落在这个社会的现象之后 发生问题后才要来立法 所以我们不觉得说所有的法律都是足够的 要随时的要调整 该不足的也要立即的来补足 所以我们也很虚心的认为 如果在针对这个问题 法律的这些工具不够的话 我们要及时的能够做修正补充 部长那这个法 这个我们今天关注的议题 其实在上一届就有委员有提出专法的草案 但是后来也有委员进行过工厅会 但是后来没有再讨论也没有立法 那我想这个将来在现在的网络时代 那这个部分还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侵害 所以是不是还从专法来规范 然后就相关的 现在的法律规范就像你讲的 可能某部分 当然永远跟不上时代 跟不上这个犯罪的行为 但是还是有它的基础 那我要给你检讨说现在的法治基础上 有没有哪些要去调整的空间 像我今天看 这个315条 它其实都是三年以下 那那个大概都是我们传统的观念 就是落在于就是妨碍侵害人格权 侵害名誉权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刑法的我们的那个差别 大概就放在三年以下 那在姓少年姓剥削这边 它虽然这个36条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这个是就是来拍摄 还有制造儿童的这些 微信教或猥亵行为的照片 虽然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但是呢 如果你去是散布这些的话 它的犯罪的那个处罚也是三年以下 所以它整个法医的考量跟那个 那个想法 就是它的刑法的那个设计 还是放在侵害人格权是三年 但是其实就是说 现在这个犯罪行为 它的特别特殊性 还有这个将来它所受的损害 它是没有办法很难去弥平的 然后是不是我们应该透过回过头来 来加重刑罚上的考量 来遏止这个犯罪 至少本席在这边 我会认为说 这个部分是应该这样处理 不然你去检讨一下 那个性波学这个38条是三年以下 315条之一之二 其实也都是很轻三年以下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从法治面来看 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是不是要专法 我想还是要讨论到很多的问题 那我接下来就讨论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 现在这个是有一个IWIN IWIN IWIN 那这个是民间的机构 民间的机构 那就他们所今天提的资料是 在107年或108年 大概有16件左右都有 16件左右有15件去移除 那我觉得就现在这个保护的部分 对被害人来讲 对这个控制损害的这个必要性来讲 是希望能够赶快移除 所以我想请教 因为现在部长这部分 那个法务部部分 我就不再请教 我要问一下NCC 这个部分 到底 因为那个IWIN是你们成立的 就是你们主管的部分 去请民间团体成立 就这个部分 到底移除的速度会是多少 还有相关的那个 进行的程序是怎么样 是 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就是有被害人或是被害人家属 或者是有一些不愿意在警方这边立案的 他们会跟IWIN这边来申诉 那IWIN 对 她就是接到案件之后 她会赶快去跟平台业者这边 通知她下架 那另外呢 她也会跟警戒人或是设政单位这边 请他们依法律来处理 因为IWIN是民间机构 她没有这个公权令 但是呢 如果是很清楚的 尤其像说是在社群平台的部分 他们处理的时间是很快 像是极箭的话 一天内他们就会处理完 现在有百分之一的学生会传这个私密照片 所以这个IWIN 这个是不是 新年108年107年都处理到16件 这个是不是跟实际上的情况 还是有它一定的差距呢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IWIN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 就是我刚刚跟委员报告 就是被害者被害者家属 或者是相关的 跟她 相关人跟他们申诉 但是我不清楚这个警政署 知道是不是有事 直接跟警政署这边报案的 所以数字会有一点 我想会后再检讨来 这也是我今天排这个专题报告 有其中的一个用意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大家觉得自己的权益受侵害 或者有这种情况的时候 有可能去排出所 但是排出所的远景 不是那么的清楚 那所以有些就到地检署 那事实上地检署 他们因为侦查的程序 具有一定她的SOP 不知道说是不是可以特别处理 所以往往妇女救援机会 受理这个案件跑的速度 会比我们相关的公部门来得快 那今天虽然我们这个 刑事警察局有跟我们说 真酒队是专门处理这个网路犯罪的 那全国有237个人在处理 但是上次散布在全国 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部分怎么样跟IWIN 来大家取得协调 然后怎么样跟民间团体 妇女救援基金会 这边有一个直接的 像犯罪被害人保护这样的一个 直接联系的管道 让这个在犯罪发生的时候 在他的损害还没有扩大之前 我们可以先行下架先行移除 把这个损害放到最低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要来努力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要来请教司法院 就是说现在有考量 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下架移除 那当然有一定的法规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透过法 是不是还要再透过法令 类似于我们家庭暴力防治法 这样的一个禁制令 来做这个预防性的删除 或者其他更有效有直接的一个保护 我来请教一下那个邵家厅的这个 谢厅长 邵家厅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因为他其实被害还有的 这个被害的法医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 那是不是有可能考虑 参考家庭暴力防治法 由法院来提出这样一个禁制令的制度呢 我看这个英国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日本跟英国有这样的做法 应该这样说 家暴法它其实是为了防治家庭暴力 那对我当然不是落在家暴法 我是说如果其他的法员 那其他的法员我们是不是可以仿家暴法 来做一个有法院来核定这个禁制令 这个部分可能我们可以来这个就是研究一下说相关的这个法制 还有司法的这样一个机能 如何来去扮演这个适当的一个角色 因为就是说这个法案大家考量了 毕竟这个网路的散播还是某一部分的言论自由 但你违法的话当然还是要去移除 还是要去处理 只是说我的移除的 我是行政机关就可以来做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够完整 够全面 够合法 还是说我们还是需要法院来核发这个禁制令 才算是有它的一个 才比较完整 而且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我想这个 我希望说相关的主管机关 我会要求相关的主管机关 就这个部分大家在研讨 所以我今天有提出一个临时提案 那就是就今天的相关的主管机关 就这个法案 或者就这个机制的建立 大家来做一个专案的研究 那待我们再会再处理临时提案 谢谢 好 谢谢周春敏委员 谢谢部长 接下来请蔡依宇委员 谢谢主席 那我是不是先请教部长 因为今天我招委排的这一个议题 从韩国发生的这一个N号房的这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基本上在网路上 那我想网路这一种东西就是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发生 那当然透过网路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取得到说我想要的任何的资讯 或者是说我透过一个网路 我们集成了我们大家变成一个社群 那这个社群可能我们有相同的嗜好也好 或是相同的一些一些性向 然后就会得到相对应的影片 那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违法 它散播的话当然有违法 散播那如果说我是私密的群组 我不认为我是散播呢 那在群组里面如果做这些这个传播的话 把这不应该上传的影片上传上去 让很多人看到的话 在我们现行的法律上还是可以处理的 在现行因为我们现在是指说 散播是指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嘛 那如果说我们是我们这个社群是会员制 所以我的每个人都是特定的 那会不会被人过成了一个不违法的事由 主缺违法 虽然他是一个会员制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甚至是付费 他是付了钱他就可以加入 对 所以这还是一个不特定的 还是一个不特定 是 这是部长你的看法啦 对 那部长你有听过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老司机求上车 这句话你有听过 求上车这个不知道 老司机求上车 这不定的 这句话也没有听过 这在年轻人的社群是 非常的流行这句话 那为什么会有这句话会跑出来呢 就是说 可能相对每一次啦 新闻媒体有报导书说 有哪个艺人他可能有怎样的影像流出 这个时候就会 后面就会有一大串的留言说 求上车 所以他也想要拿到这样的影片 我就是跟你说的意思 所以大家都是 这是他们的一个秘语啦 这是一直的秘语 所以我从这件事我是要问说 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侦办的类似这一种性侵案 或者是一些涉及到名人 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女性的一些被性骚扰 或者是一些他的什么影片流出 想让民间都拿得到啊 最典型的就是像之前李宗瑞的案子啊 为什么民间都拿得到这些影片啊 我不晓得是因为当事人流传出去了 还是侦办的办案人员流传出去了 如果是属于办案人员 不管是检警调 或者是其他的执法人员流出去的话 我们是有很严格的法律啊 我知道当然会管制啊 可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件是查出来说 是从哪里流出 我觉得都不了了之啊 就是说这种影片的流出 到最后也没有说 一个起诉 一个不起诉告诉我们说 他是民间流出 像之前那个港新 港新的话他说他自己的 被那个 被那个什么修理他电脑的手 电脑的 陈冠希 陈冠希 陈冠希事件 他就知道是民间流出啊 可是说相对应的 我们之前 台湾爆发的李宗瑞事件 他是哪里流出 法务部没告诉我们 小徽兵都不知道 如果个案上需要了解 我们把这个详细情 你不用告诉我 我只是说未来 一定会 面对的这种 不应该流出的东西 他流出 而且他 大家都知觉他可能是因为在办案过程被流出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站在法务部 我们站在办案的一些 一些精神 侦查不公开 不能被流出了 这东西万一流出了 现在应该 由办案的单位流出的几率很小 因为我们现在执行这个侦查不公开 作为要点 是非常的严格 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要求 所以 基本上 应该比以前少多了 那其他的管道 我们就要 那我们就要密切的来注意 好 那部长我再问你一个 那你知道 十下年轻人流行的 流行的 SWAG吗 这也不知道 那这个网站也有一个精神 他们意思就是说 一样是会员制 然后他们就是 自己录制影片 自己的影片 他也同意在这个 网站上 我同意 我的影片被 在这里被播放 然后这个网站告诉社会大众说 哦 如果你们敢把 我这个网站的影片再流出 我只同意在这个网站上公款 那如果再流出的话 那他就要去追究法律责任 那我想要 请教部长的是说 那这样的东西 这中间有所谓一个法 他们需要被保护的法益存在吗 就是说法务部你们怎么看待说 哦 社会有这么多面向 然后有这么多 十下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去 会去 分享啊 或是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 想要过 这一种形态 有点像是 像是日本 他们合法可以做拍摄 拍摄这一种 A片的这样的生活 哦 那 我觉得我们法务部 对在某些层 环节上 我们的 还是要对这些社会的 每个脉络要了解啦 那最后我想跟部长 再聊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认为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个 儿童跟 呃 儿童 性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目前我们规定的就是说 如果你去散 你去散播 呃 这种关于这个儿童的一个色情制品的话 那是有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啊如果你是用强暴脅迫的方式 是七年以下 但是就持有这一块 持有这一块 我们目前就只有行政法 齁 持有儿童 齁 儿童的一个色情的 呃制品 齁 那我想最近 大概两年前有一个 日本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是 日本有一个漫画家嘛 神剑闯江湖的作者 叫做何月申宏 他因为持有 齁 持有的这个 18岁儿童 所以青少年的 的这一种色情的 制品的话 结果他被判刑了 齁 那部长 你干嘛说我们目前 对持有这块 只有行政法 没有刑法 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是怎样 呃 我们可以来检讨啦 嗯 但是不是说所有的行为啊 都用刑法来处罚 就能够达到 呃 遏止的效果啦 嗯 或是惩罚的效果啦 对 罚得重啊 不一定是有效的 不如也要抓得到 啊 至于违法或是 呃 违规的行为 我们能够 有效的 执法能够抓得到 才能够达到 遏止的效果啦 对 因为这个法的法律 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保护 就是说 至少这些 青少年不应该要被 他们要被 要被 呃 呃 就是说如果这个有 撤击到青少年的就是要保护嘛 所以你持有这件事情 单纯持有 单纯持有 那我们当然 如果用行政法 它的速度会比刑法快的话 嗯 那不如趕快 優先的用行政法来处理 啊 甚至 呃 看看要没收 还是要追 它的上缘 是什么样 拿到这个东西的 会更有效啦 那 事事都要用刑法来处理 要经过很冗长的 这个 刑事诉讼的程序啊 对 不一定反而是好的啦 我懂部长的意思啦 对 所以行政法是有行政法的一个功能啦 那 因为 因为这些 这一些法义啦 相对应的 像日本在通过 他在2015年通过持有要刑法的时候 那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冲击 因为 日本我们都知道说 他们过去 他们有一些叫做二次元文化 然后二次元文化很多都是涉及18岁以下的 他们认为说 如果这样的话 也 涉及到刑法的话 会打击他们的二次元文化 所以日本也是经过很大 很 很大的一个社会 冲击 以及对撞后 他们才定了说 连持有这块 他们都要 都要用 用刑法来面对 那我们台湾当然是 跟日本那一种 那一种 比较 又更开放的文化 我们都不同啦 台湾我们都比较少 那我只是 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 议题就很好 他事实上很多年轻人 他们确实在 我们法务部 现在也许不了解的 他们很多的一个管套 像Taker Grant 他就是一个通讯软体 可是因为 他可以让很多人都加入 一个团体 可能LINE是500人 Taker Grant可以更多人 都变成一个社群 然后他这个社群 他就有所谓 这个社群的一个导向 那你问他说到底有没有违法 他也跟你说我是会员制啊 那我感觉 我感觉说这个法务部 我们部长这边可以去思考 到底整件事情的违法性 要落在哪里 以及我们要怎么去 真的应该要去做 就是说避免有无辜的受害者 那他们被偷拍啊 或者是被胁迫的方式 去录制这样的影片 我觉得这法务部在这一块 应该还是要再努力加强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参与委员 接下来请吴玉琴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我请 想请问 我们 蔡部 蔡部长 今天这个主题 主席安排有关 这个性私密影像的 这个议题 我大概分析了一下 他可能的来源 一个可能就是来自性侵害 一个可能是偷拍 一个可能自拍 一个可能是合议拍摄 这四种不同的情况 来下一页 那他可能是由性侵害的人拍的 或是亲密的办理拍的 或是害客 因为有可能去害了 把那个解密之后 就是散播 他透过一个网路的平台 来做这样的散播 那我想请问蔡部长 这样的散播行为 因为样态不太一样 他可能涉及的相关的法类的层次 也不太一样 您能够说明一下吗 如果单纯只是散播影像 可能只是刑法的 这个二三五条 法则 从委员所这个 秀出来的powerpoint里面 如果是属于性侵害 那就不是只有散播而已 他还有一个 性侵害防治法里面相关的 还有刑法里面的 刀赦的话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用偷拍的 那当然这个是刑責就不一样 那自拍的话 这是我们大概今天比较 在谈自拍的部分 主题就是说 我原来是有同意的 合议拍摄 但是拍摄的时候是有同意 但是最后呢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把它散播出去的话 这个是 就是要我们来进一步讨论的 所以性侵害倒拍 这个都有比较相关的法 很明确的规范 那现在就是说 自拍合议拍摄 可能是前面是合议的 后面他没有经过我同意 散播出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刑責 或是相关的法律 规范可能 比较轻一点 因为我看到 单纯散播私密影像 可能只触犯了刑法235条的 散播的一个罪 大概处两年以下 尤其图刑购义科华金三万元 算比较轻一点的罪 那所以在这个被分 因为我们今天比较谈的 可能会是在自拍或合议拍摄之后 大概是前男友 或是所谓现任男友 为了报复 所以所谓的社情报复的方式 然后刻意的散播 那这个部分对于 这个对于被害人来讲 就是一个很难承受的重 那这个部分 我觉得 部长你认为说 单纯只用散播猥胁物品 罪来处理的话 这样的一个保障合理吗 就看个案的情节 如果它又涉及到用 强暴脅迫的方式 用威胁恐吓 说你 怎么样你如果不照我的意愿的话 我的东西要把你散播出去 那可能又涉及到 所以又加了一个恐吓的话 又有不同的罪 或是我就让你名声不好 那可能又涉及到诽谤等等 所以我们看个案的情节来就判断 所以每个个案它因为不同的行动 它有恐吓或是威胁 这个又有不同的刑责 那可是我从相关的过去的资料里面看到 我们台北地检署这个检察官曾经指出 他目前看过的这个判例 像这样的散播我写的照片 大概都两个月以下的图形 而且可以一颗罚金 一天一千块 其实就是六万块而已 所以其实是他觉得太轻了 这个是2017年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 这个报导里面有检察官这样的一个陈述 那其实刚刚法务部在相关的报告上面也提到了 东吴天菜的这个陈先生 也是判两年有期徒刑 但是得一颗罚金73万 所以感觉用钱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没有给这些散播者一个比较明确 或是比较重的一个处罚 您觉得这样够吗 刑度当然是按照法定刑 那法官依照个案的情节去认定 所以应该要付多少刑度 这个我们也尊重法院的判决 那如果在法官个案上认为说这个刑度判得太轻了 我们也是可以用上诉来做救济 是 那我接下来要请问警政署 这五年来 因为我刚只看到司法院的一个报告 这五年来像这样的未经同意散布性私密的影像 大概报案数有多少 您那边有没有统计 我跟委员做一个报告 那我们这边统计的就是 那个儿少性剥削总共36条38条的部分 它是从统计是从106年到108年 这个部分有数据 那另外 那个涉及到 那 无法辨识 三部之性氛 性私 显样 内容为儿童或少年 或是内容为成年者 这个部分没有判断是它的对象 但我们是以 scripture235条 这边来做一个查理 那统计的话也是近106年到107 108年 那打造 any 有多少人 你怎麼講的老半天還是沒有告訴我 總共225件 225件 是 那兒少的部分是1922件 喔 1922件 那蠻多的喔 是 好 因為過去婦女團體也在關注這個議題 他們都土法煉鋼自己從新聞媒體上報導去收集資料 其實這幾年他們也發現有逐步上升的一個狀態 因為這個網路實在是太容易取得或是容易散播 那警政署在接受這些案件的時候 有沒有指派有關性侵害防治相關專業訓練的專員來協助 這個像這種類似的案件 這個不能跟委員這邊做一個報告 那在我們中央我們有個在刑事警察局這邊 針灸大隊他負責網路犯罪 他是由他們專者來處理 所以不是由你們的相關的護佑保護相關的單位來協助 那地方的話 縣市警察局有科徵 那如果地方縣市警察局科徵沒辦法處理的話 或者有一些需要協助的話 當然我們行事局針灸大隊會主動來做一個協助 針灸 那另外我們也每年都有辦一個教育訓練 有關護佑安全工作專業人員訓練班 及科技犯罪偵查教育訓練 等專業的一個訓練課程 加強第一線 有在辦啦齁 好來下一個 因為我們就是聽到我們被害者會發出這樣的聲音 就是到警察局去報案的時候 常常會說 阿為什麼你要拍這些影片 阿如果不拍就不會有事啦 那你這些影片有藝術價值阿 被刪布也不會怎麼樣阿 你要不要和解阿 但是這種話其實對於被害者都是二度傷害啦 所以我也看到法務部有做相關的一個報告 裡面有提到會加強這個附幼的執行小組的一些相關教育 甚至是相關的一個防治性人口販運相關的業務 都要多一點教育的功能啦齁 就是能夠讓這些第一線的同仁齁 不要再產生對被害者第二度傷害啦 因為如果這些問題 他其實走出來跟警察報案已經是踏出第一步了齁 因為他可能是被恐嚇的或是被威脅的 那他可能在行程過程裡面 他其實已經很害怕了齁 阿如果你們相關的資料又要求要寄到他家裡面去 他又怕家裡的人知道 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有很多他心理層次上的問題 其實需要我們警方或是我們的相關的司法人員 要稍微有點體系的心啦齁 所以我想這部分也要提醒就是說 是不是在司法院華務部警政署在處理這些案件的時候 文書的寄達是不是可以指定 由這個受被害者指定寄達的地點 而不是一定要寄到家裡齁 因為我覺得他們會很害怕這事件被公告 這也是被威脅的一部分嘛 所以委員的指導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教我們統整 以後再處理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個整個那個技巧技術要更細膩齁 來下一頁齁我想 民間團體也在提醒說 其實有關這未經同意散佈性私密影片的被害人 其實都不太知道可以跟誰求助啦齁 所以除了警政這邊之外 其實我想可能也是需要民間的社會團體齁 尤其是性侵害防治這個法規裡面其實有規範蠻清楚的一些相關的 這個服務 就被害者保護的部分都有相關的服務 社會衛福部齁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問一下衛福部齁 那因為這個部分 到底這個 我們的這個衛福部齁 那個 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的這個行為 算不算是一個性侵害的一種 就如同剛剛委員前面所提到的 假設他是合併有性侵害的行為 那當然就會放到我們去 如果不是像後面的自拍或合一拍攝 然後可是後來他不經同意 就散播這個影片 那個部分如果是兒少的話 可以依兒少性侵害防治條例來處理 對兒少算是最嚴格的一個處罰的一個依據 可是那是一般成人呢 如果成年人的話就是 回歸到現在一般的這個刑法相關法律來處理 所以這也是很多民間團體覺得不足的地方 下一頁 好我們看到這個 下一頁 好這個是奧斯卡影貨 那個珍妮佛勞倫斯 在簡入這個2014年 這個蘋果雲端 他們被駭客入侵 所以好多的這個 這個好萊塢女星的裸造就 遭散佈在各大平台 所以他當時講了一句 這就是性犯罪 這是性侵 他講的這句話就是 這個行為讓他們感覺他自己是被性侵的感覺 所以我想這部分 是不是應該 我有想再次回到法務部這邊 這是要立法 是要立專法還是要 來修改我們現行的法律 那至於要不要定專法 那可以再討論 好 因為我大概整理一下 各國在禁止 那日本跟紐西蘭是做立了專法 所以我想這部分確實是 台灣要很慎重 而且真的要認真來思考 我知道上一屆委員提出了一個專法的一個提出 但是還沒有審查通過 那我想現在 今天主席也排了這個法 這個議題 我想應該也是要好好來思考 是要在我們原來的刑法 或性侵害的防治法 因為兒少性剝削的防治法已經比較完整了 那其他的這兩個法來修 修訂相關的徵修 或是要立一個專法 我想真的是要審慎來評估 我想我們對於這些未經同意散播性私密影片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性侵害 所以應該是要被嚴厲的譴責的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無語請委員 那待會劉士芳委員質詢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接下來我們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在沒有詢問這個部長之前 我先來問一下國發會跟今天的NCC的同仁 NCC有一位法律處的專門委員 那國發會是一位法治協調中心的參事 請教一下你們有沒有聽過被遺忘權 有被遺忘權嗎 那在台灣被遺忘權 有沒有曾經在我們的司法審判制度裡面用過 謝謝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被遺忘權的部分 在我們的歌詞是11條 它本身因為GDR的被遺忘權有兩塊 你不用幫我做比較詳細的解釋 因為你的解釋跟我等一下要闡述的方向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你有聽過嗎 那也被處理過嗎 您是國發會還是國家通訊傳播 那國家通訊傳播文會的 有沒有聽過被遺忘權 好 你有聽過 你可不可以用麥克風 是 你有聽過被遺忘權嗎 被遺忘權這個部分 在我們自己國家的司法制度裡面 有沒有被引用過 就我所知是沒有特別 因為它是來自歐盟 那個GDP 但是我們各自法 就是跟剛剛國發會代表 也有類似的規定 可能你要再查一下 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中華職棒有個米迪亞暴龍對球團 他就曾經引訴 只不過呢 他是在台北地方法院敗訴之後呢 再重新提起上訴 那這個就是叫做被遺忘權 好 謝謝 部長 您也知道被遺忘權它的定義吧 一開始的時候是2014年 在歐洲的法院被引用嘛 那台灣在引用這個被遺忘權的時候 他基本上的法源基礎在哪裡 我現在講了被遺忘權 大概就第一個就是說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一樣的 在我們很多通訊軟體裡面呢 其實很多不管你把它認為 這是保護隱私權 或者是屬於自由表達權 裡面總是有很多不同的這個爭議嘛 那這個被遺忘權在台灣曾經被遺忘 我剛剛提到了 就是這個有一個職棒系統的 那你覺得被遺忘權 有沒有可能未來可以把它放在 我們今天那個主席所列的這個 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的防治上面的 最主要的法院的這個討論或是爭議的對象 我們不反對啦 如果要把從各自法那邊加到這邊的相關的法律上面 我們也可以來考量 可以來考量嘛 但是我剛剛已經有問過了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人在台北地方法院引述過這件事情 那個刑事廳的廳長在嗎 可以回應一下嗎 在2014年這個案子我可能要再了解一下 我所知道的2014年的時候就是說 第一個他會認為他個人 這個某個人 他以前曾經有 不管是暴力或是其他的不好的負面的部分 那已經接受司法的這個審判以後 但是過了好多年 又在網路上被人家拿出來一直不停的攻擊 變成是造成他的二度傷害 那其實在其他的國家裡面也曾經引用被遺忘權 包括日本 日本的法院在2017年的時候呢 也有這個要求谷歌 Google刪除被逮經歷的這樣被遺忘權 所以我是要跟部長來討論的部分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如果不管他是屬於性侵 或者是暴力或者是霸凌或者是喜門峰 或者是剛剛我們這個蔡宇維所提到了SWAG裡面 所上傳的影片其實並沒有經過裡面的這個相關 相關當事人或者是當事媒體的同意的話 然後因為想要圖利或者是想要報仇 或是想要復仇等等這些 就直接放上去了 那我們有沒有那個權力要求這些提供 這個通訊軟體的這些大公司 不管是Google也好或是Telegram 或是甚至Line或是WhatsApp 來用這個被遺忘權的方式來要求他們下架 甚至下架這個軟體的部分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呢 當時的歐洲法院呢 就是要求Google製作一個網路表單裡面叫Webform 那是接受歐洲民眾的請求 他們已經有下架大約50個左右這樣子的一個網路的媒體的系統 那有沒有有沒有可能朝著這個方向來處理看看 我現在就的是通案的部分不是個案 我想這個做法很好 像我們目前IWIN這樣子 已經有對於這個網路內容防腐做的相當不錯的成績 剛剛我聽到主管機關NCC他們提到 有請求業者移除了相當多的案件 那將來如果有需要在業者配合的地方 我們會跟他們在做密切的聯繫 是 部長你們剛剛好像對NCC還滿讚賞的 可是就是我們查到NCC裡面受理案件數其實不到百件 IWIN的系統裡面從107年108年看起來 他所移送的你現在講的都是個別的部分 但是如果某一些網站或者甚至一些自媒體 或者是收費的媒體不管它是什麼18禁或是禁不禁等等 他其實一而再再而三就有點像是現在我們所看到 這個南韓的這個N號房的這個案件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就是要求他後面的這些網路的公司也好 或是有主持這個網址的人 他其實就應該在法務或者是司法系統的要求之下 要做刪除或是下架有沒有可能這樣做到 那如果有可能這樣做到的話請問一下我們現在 所能引用的法源基礎在哪裡 當然一定要有法源基礎才能夠要求業者遵守 那現在雖然是透過民間這樣的力量去要求業者做 但是做的效果如果還不夠還不夠達到目標的話 那我們再來想辦法看看 要求效果達不到目標就是你所說的 人人會覺得說我們台灣是一個講究人權講究自由的國家 那你會不會是過度的做這個網際網路的審查嗎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說 如果真的我們要把這個被遺忘權的概念把它放到我們的法條裡面去 我們到底應該放在什麼樣子的法案會比較好 目前來看就是個人資料保護法已經有了嘛 那要不要引用到我們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這些體系裡面 在處理上由法官來做這樣的一個最後的判決 那我們再看看夠不夠法律的預計可以來運用吧 這是判決的部分 但是我剛剛所說的就是有的人在知或者是未知的狀況之下 也許是基於好奇也許是基於好玩或是基於復仇 然後就一定在這樣子的一個網路的媒體世界裡面這樣子廣傳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下架那樣子的網路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Google已經受到這個歐洲法院的要求 他們已經把這個將近50個這樣子的網站把它刪除掉了 整個網站都拿掉有沒有可能這樣做到 就好像說N號房事件的部分 他如果整個網站裡面裡面充斥的都是非法的 都是性侵的都是霸凌的 都是對不管是女性或是男性或是未成年的兒童少年造成莫大的傷害 甚至是二度傷害的狀況之下 其實就已經不是針對個案來做處理了 那這個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碰到的困難 個案好像只要願意一直不停的追蹤下去 法源基礎可能有了像您剛所說的個資的問題 或者是這個自己本身在刑法上面人權保障的問題 但是如果他是牽涉到一大量的人 現在可能是四五十個六七十個甚至是六七百個六七萬個人 同時在觀賞或瀏覽甚至用付費的方式 那一般他們講好聽的話叫做色情 成年人的色情網站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們公權力要介入可能 這一點好像就沒有做比較詳細的綿密的 來做一下這方面的討論 所以我想問一下部長您的態度跟方向好嗎 好我跟委員報告 我會結合我們主管機關NCC或是國發會還有衛福部 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目前你們各部會所主管的法規夠不夠 還包括我們法務部所主管的刑事相關的法規 是不是足以來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我想我們是跨部會的 一定要跨部會 而且這裡面大概重要的在NCC吧 那NCC今天派員來的層級不是太高 那我來請教一下那個林惠玲檢任視察 剛剛那個部長所講的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在NCC的立場上面怎麼樣來處理這個 麥克風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Irene她依據的是兒哨法 所以會跟相關的部會一起來就是 我們會盡力 來來來來 NCC你實在是你們空有自己的工具跟條件不去用 然後只說兒哨法那個是衛福部的事情 然後這是法務部的事情 我想NCC這樣子太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 我剛剛所說的被遺忘權裡面有一個很大一部分 在於說我們怎麼樣對於網路網際上面做比較好的規範跟管理嘛 那網際網路做比較好的規範跟管理 目前在我們的行政機關裡面當然就是NCC 你怎麼說我按照衛福部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你們未免是太被動了 來 報告委員就是在我們廣電媒體 那個以及電線事業 我們基於個資法我們是陸地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個資法 你是保護嘛 我知道 但是內容裡面如果是超出我們衛福 或是超出我們自己刑法 所能夠忍受的這個人權的這個規範的對象的時候 NCC應該也有作為嘛 不是嗎 如果是我們可以規範的媒體 比如說廣電媒體 但是剛剛委員所講的那個網際網路的內容 因為網際網路現在陸地事業主管機關不是本會 所以網際網路的部分那個內容我們還是 現在是以IWIN為主 是以IWIN為主 那就是以交通部的中華電信那邊為主是嗎 所以NCC就是做在自己的權力上面 然後不願意做比較積極的作為 你請坐 那衛福部我來問一下 現在針對這方面的檢舉案件 譬如說我們現在在台灣有110、113 甚至像防疫有1922 請問一下如果我有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想要來做這個涉檢舉專線可以嗎 這個專線會放在哪裡 譬如說我現在看到這個南韓N號房事件變成有中文繁體版 在台灣的各大這個社群不是社群社群媒體裡面 那我要來檢舉的話我要用哪一個專線你看一下 應該是這是犯罪的事件嗎 所以就是110 剛剛我們討論了半天是不是犯罪的事實跟事件都不知道 你馬上就說它是犯罪的事件嗎 是還是不是 他說那裡面的人都南韓的人啊 所以你還是不清楚嗎 我會有個臨時提案請幫忙這個看看 未來如果有這樣子的社群散佈 而且是屬於這個未經同意的 在隱私權上面未經同意 或者是因為它有其他的犯罪事實的話 那我要檢舉是放在哪裡 是由NCC來主管還是衛福部來主管 那我想可能不會在113 也可能不會在這個 這個080042110 我們不知道 那請你們回應 回去來討論一下 看怎麼做會比較好 就是要把這個業務加進去 或者是另外再設一個檢舉專線 好嗎 可以嗎 討論一下好嗎 這個我大概沒有說一定馬上要你們回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會越來越嚴重的話 可能要麻煩我們可以朝這方向來做一下研你 好嗎 那部長您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建議嗎 設一個檢舉專線 那個蔡部長 跟委員說明 如果目前還沒有設專線之前 其實我看113也可以來先處理 但是你要把它加進去啊 否則到時候就說這不是我們的業務 說請別 好麻煩一下 謝謝 好謝謝部長 好謝謝劉師芳劉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休息10分鐘 然後休息之後我們會先處理臨時提案 麻煩一下 謝謝 師朋友 謝謝 沒有 41 大小肉 欲不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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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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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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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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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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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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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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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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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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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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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